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今天不跌了 各位看 有沒有 從這邊回下來之後 今天又要開始往上走 這個其實都很正常 不過我覺得他不會立刻突破這個高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量沒有出來 所以他可能走這個模式有沒有 橫盤 然後再找機會往上攻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是超級無敵大多頭 那麼台北股市啊 從這邊開始一路漲漲漲漲漲 那麼就有老師做多 輸到血流成河 會員都斷頭 你們信不信 騙非常大 因為騙了很多的會費 變得有錢之後啊 就找怎麼樣主持人 來一搭一唱 主持人就把他捧得高高的 哇 是股市怎麼樣 分析師裡面的王者 最厲害的 會員全部輸到躺平掛掉 你看厲害不厲害 照片啊 為什麼 金錢的力量誘惑之大 反正呢 今生騙了再說 什麼現世報來世報 那你們家的事情啊 懂嗎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個人呢 是相信死後有地獄的 那你不信無所謂 我相信啊 什麼上刀山下油鍋這些啊 那些啊 每天在騙的頭顧老師啊 都要去的 你放心好 一個都逃不掉 等到你呢 這個上刀山下油鍋 這個時間到了 受盡折磨之後 然後再轉到促身道去 你還不能夠投作人啊 懂嗎 所以說我說 大家這個諸二莫作 開大門走正路 雖然你今生享受 榮華富貴騙到了很多的錢 但是未來那個刀山油鍋 由你受的 那怎麼辦呢 會員死光光啦 血流成河啦 乾脆就跟會員說 這個盤應該要做空啊 有沒有 你突然發現你的老師 到了兩萬三四千點說 這個盤要做空 那你前面做多多大轉轉翻 那可以嘛 到了一個你覺得歷史最高點了 那也許兩萬四就是最高點 不一定嘛 那日後再來看嘛 但是你不是啊 你是會員全部血流神河 輸光了 然後你在兩萬三以上開始說 這個盤要做空啊 你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分析師啊 你是不是交了很多的會費 因為他一直知道你還有錢嘛 就一直炸你嘛 對不對 然後看到哇川普遇吃好高興喔 沒死 沒有事 而且幾乎篤定當選 氣急敗壞啊 所以我說 這個市場有很多的豬腦袋啊 去參加他的會員啊 也是活該啦 可能前世也是業障很深啊 做很多壞事啊 金森怎麼樣 來報應 所以參加這種老師啊 對不對 還在表演喔 對不對 其實你們去想 這個盤根本就是一個人的武林啊 叫做台積電啊 台積電跟大盤走勢一樣 對不對 其他的股票 幾乎都在低基期啊 我已經講完了 再講一次 其他的股票幾乎都在低基期 佔八九成啊 然後你跟我說 這個牌要做空走完了 神經病 難道他不能未來 就在兩萬四上下陣啊 指數台積電的盤整啊 其他的股票個股表現 我覺得這才合理啊 對不對 不可能一直都是台積電 一個人的武林嘛 你要放空的話 你敢空台積電嗎 你不敢 然後去空了怎麼樣 再低基期的基歐股 你聞死的啊 是吧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有觀念 就投顧老師有那種騙最兇的 一定是場面擺很大 找主持人什麼的 這種 因為錢騙太多了嘛 這場面就可以搞大一點 你們不要以為他就是很厲害 那個是騙最兇的 會員死光光的 懂嗎 我沒有講是誰啊 不要對號入座 你放心啊 神明會修理你的 好 那麼 這個盤喔 我就說未來個股會一支一支 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 但是呢 你還是不要怎麼樣 抱著投機的心態去買那個 虧損公司 要不然就是本益比過高的 本益比過高 就是說你股價已經漲高了嘛 你說老船長他哪有他在低基期 你公司就只有賺一咪咪咪嘛 所以 雖然你在低基期 但是對於你這 這一支股票本身來講 你就是過高了嘛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不相信我舉幾檔例子 給各位 噼噼一下 2438 好舉例喔 來 這一支叫想要嘛 對不對 連續兩天拉回喔 破線 那為什麼準備下來 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在關門放狗對不對 啊這家公司賺多少錢給你看喔 來看這邊 對賺鴨蛋 你們這些投資人喔 每天喔 不好好的投資股票 就是投機的心態 頭顧老師叫你去買這一支 你就去買 也不看一看 這是不是虧損公司 還買在最高點 該死了 這還要跌啦 你憑什麼 你 我告訴你 跌停板67塊半 你憑什麼67塊半 你公司一毛錢都沒有賺到 來各位 這就叫縣市報 凡是買在這裡的都叫縣市報 人生哪 有縣市報 股票市場多的是縣市報 明白嗎 好 看一檔不夠來 4526 也是一樣喔 這個頭已經做好 叫東台 C 這邊有投顧老師在表演嘛 對不對 然後帶會員追在這邊 我們都知道 私底下都知道 不要把老師名字講出來 撈開 C 那這公司怎麼樣 各位看 第一季賺鴨蛋 你的老師喔 昧著良心帶你去買東台 東台也不什麼好公司 一毛錢都沒有賺的公司 對不對 早上開小高 收盤叫救護車 這都超過10% 如果你是老船長的粉絲 長期觀眾你就知道 這公司賺鴨蛋耶 本益比不能 沒有本益比 這賺鴨蛋千萬打X不要買 請問這種會到你身上嗎 這種縣市報會到你身上嗎 不會 大概我不是說 虧損公司一定都不能買 也有那種怎麼樣 他上市沒有多久啊 剛開始虧啊 越來虧越少 未來要賺大錢的啊 例如鴻華先進啊 東台已經上市貴多久了 拜託好不好 你腦袋分得清楚嗎 我這樣跟你講 再來 我們來看 3686 這支叫什麼 叫達能啊 看清楚啊 有沒有 這都假的 這跳什麼空啊 你這股票有什麼資格跳空啊 一堆人這邊買不到嘛 都買在這裡 這都要下來 為什麼 注意看 來 第一季等於沒賺錢 賺0.01等於打X沒賺錢 連一毛都賺不到 第一季賺一分啊 第一季賺一分的公司啊 叫做29塊 那三商壽怎麼辦啊 等一下我會仔細講 那這個三商壽怎麼辦啊 人家第一季賺六毛耶 人家股價多少 八塊多啊 你3686啊 你賺0.01啊 你股價29 你是不是亂來啊 還有人怎麼樣在追啊 我快笑死了 全部買來這裡都頭部啊 這都要下來 這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聽得懂啊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這都炒作啊 不要騙我 你有什麼資格連續跳空漲停啊 你告訴我 達能是幹什麼的 黃仁勳清點的是不是 所以很多投資人喔 他輸了錢啊 抱怨啊 這股票不做耶 看測標啦 沒有嘗試喔 我講的不是知識喔 沒有嘗試 你不要來股市做股票 真的 然後輸了錢不要跟別人講 丟人現眼 人家心想 你這傢伙就是投機取巧 那達能公司沒有賺錢 你也在買 沒有錯吧 好 再來我們來看喔 6187 來 對不起喔 來 萬論有賺錢對不對 哇好棒棒喔 賺兩塊多耶 第一季就賺兩塊多耶 注意看 怎麼會這樣 我就問你怎麼會這樣 這個股本才5.7億啊 5.7億的股本啊 今天收盤大跌喔 你知道他股價多少嗎 看一下多少 你自己看多少 是不是很誇張啊 幾百塊啊 他有賺錢啊 本益比過高啊 到收盤還有79倍啊 你開什麼玩笑喔 要不要修正啊 當然要修正啊 人家本益比都一二十倍 你79倍 你從這邊摔死到這邊 你還有79倍啊 你要不要修正啊 你告訴我 要不要修正啊 有賺錢又怎麼樣 所以我剛剛節目是不是講 我說沒有賺錢的 沒有本益比 不要碰 那本益比很高的 也不要碰啊 你長期收看我的節目 你會犯這樣的錯誤嗎 你會有限世報嗎 這個套死人耶 這還要疊 因為還要修正啊 如果今天疊到這邊 本益比只有十幾倍 那不會疊了 要往上走了 趕快買 疊到這邊 本益比還有快80倍 開什麼玩笑 這樣大家懂了嗎 你的老師為了要表演 招收出腦袋會員 這一段萬論 有多少頭顧老師在講 我看了快笑死 我心想他的會員完蛋了 會員都買在這裡的 現在摔死了 這還要再往下灌啊 懂嗎 喝一口水 休息一下 幫老船長先按個讚 如果你是正派人士 你的個性是開大門走正路的 你幫我按讚 如果你是投機取巧的 投機摸狗的 等一下你不要幫我按讚 因為那個對我來講 是一種羞辱 好不好 來導播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想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好 現在天氣很熱啊 很多人都講什麼能源概念股 對不對 像這個名字就已經有能源兩個字了 大家趕快買 對不對 也不知道今天疊完本益筆還高達58倍 又套了一堆人 是不是 第一季只有賺4毛6 跟去年也差不了多少 股價多少 自己看 這麼高啊 為什麼有很多投資人 願意花錢去買那100多塊的股票 那公司呢 賺錢呢 賺的不是很多 對不對 為什麼 你去想想看 就表示這個市場上 投機的豬腦袋很多嘛 對不對 沒有常識啊 常識就是告訴我們來到股市 就是開大門走正路 買GEO的公司 這個叫做常識 凡市會去買這種股票的 我告訴你 都沒有常識 然後賺錢的時候得意洋洋 你們不敢買我買 輸錢的時候到處看怎麼辦 電視啊 手機啊 看哪一個老師我在講 你放心都不會講 可能偶爾你看到我的節目 會告訴你啦 你的老師 Your teacher 不會講的 好不好 好 那麼最後我們再來看一檔 這個6530 這一檔叫創威 看清楚喔 本益比不是太高 但是也38倍 看到沒有 這也是要往下走的 這種公司啊 就是小公司 不要去玩它了 瞬間就摘下來了 你把錢拿去投資好的公司 那好的公司不漲 你放心嘛 我再舉一次鴻海的例子 鴻海都不漲啊 對鴻海都不漲 鴻海都不漲 鴻海都不漲 兩年都不漲 一次全部還給你 這兩年有沒有配股配息給你 你扪心自問 有啦 這兩年配股配息給你啊 都比定存不知道好多少倍 這邊股價再全部還給你 這叫做怎麼樣 這麼大股本的鴻海 走正路啊 台積電也是啊 這股本更大 兩千多億啊 這邊到這邊啊 也是兩三年都不漲啊 一次還給你啊 你中間配股配息 再加上後面股價還給你 你賺全市場第一名 所以來到股票市場 不是看短暫的時間 你跟頭顧老師也是一樣 你跟那種怎麼樣 每天出來騙的 你早晚是要報應的嘛 早晚死掉嘛 對不對 很正常嘛 好 那我最近在這個節目上 一直告訴你說 最大的嘗試 不是知識喔 就是說 一家金融公司 它已經長時間虧損 叫做怎麼樣 票面十塊錢以下的公司 叫合理啊 就有一天它開始由虧轉贏了 你以為那麼容易嗎 一季有三個月 連續三個月都賺錢了 過去虧了這麼多年了 那你就要注意 它是不是要開始 一直都賺錢了 機會非常大 因為我說過 虧損的金融公司 要變賺錢很難 但是你一旦能夠 連續三個月賺錢 你後面大概就賺錢了 機率非常之高 九成以上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叫做2867的什麼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它叫2867的三商壽 它的股價只有八塊錢 多一點點 我有沒有講 我是七塊多 帶會員進場 然後呢 我在Lite 跟你說 你趕快來拿這一支 我沒有收你會費 有沒有 七塊多 你都買得到八塊以下的 昨天我怎麼講 昨天 他收了一個中黑對不對 我說趕快買 千萬不要給他跑掉了 十塊錢先到票面再說 為什麼 人家第一季大賺 賺六毛 星光金賺多少 星光金長年虧損 第一季翻證 賺兩毛 股價已經飆到最高12塊多 各位看到沒有 我在9塊多跟你們講 他飆到12塊多 你們有來我的Lite 上面都有證據 對不對 那因為他漲太多 漲了12塊多 所以星光金最近有點壓力 沒有關係 我認為他會怎麼樣 來挑戰15塊 跟其他的金控公司 你跟我賺得差不多 我是無家 星光無家 過去想叮噹的股價幾十塊的 我現在十幾塊剛剛冒出頭來 很多人不相信 對不對 那我說過 星光金你錯過的話 有更低更棒的怎麼樣 三桑壽 三桑壽現在才八塊多 光到票面就先漲兩支停板 到了票面之後 你又可以轉移 贏得比星光金還要多 你也有機會十幾塊 那漲幅驚人不得了 他如果先到十塊 就到這個電腦的螢幕外面去了 然後再往上標不得了 有沒有資格 當然有 人家第一季賺六毛 我昨天不是講嗎 萬一給他一年四季 都賺六毛每一季 他不是賺兩塊多 金融股賺兩塊多 要標到三十幾塊 那就要幾倍 但是我們不要那麼太貪心 或是想得太理想 先票面十塊合理 那就再兩支停板 今天早上居然我在那邊看盤 我就覺得怎麼一堆豬腦袋有沒有 殺在八塊附近 你好不好笑 我跟你說 叫你付一點點定金 對不對 這個破天荒的專案 付一點點定金就是我的會員 你有可能殺在那個地方嗎 有可能嗎 收盤怎麼樣 我好後悔喔 我應該聽老船長的 這個 這怎麼可能會跌到八塊錢呢 這根本是在平盤之下 就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嘛 對不對 收上來算什麼 我告訴你 後面你等著看 他到票面十塊會一堆人追 就像星光金 對不對 我在講的時候 我說這個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九塊多 我說至少先到十塊 我說十塊以後再往上走 就碰一個最多到十二塊 從這邊到這邊就兩三支停板 這不是天上掉下來 而且我都沒有收你們會費 後來我發現不行 為什麼 很多人他看了 我來看你啊 對不對 真的假的啊 我到你的LIOT看 的確都有證據啊 時間都有啊 哇真的準啊 厲害 然後怎麼樣 這些看戲的沒有賺到錢 那我心裡想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講白一點你們不要介意 我希望你們都大賺 對不對 大賺之後你才會來參加我的會員 對我也有利嘛 我不要講得自己多清高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你都在看戲啊 或是像今天啊 盤中一怎麼樣 你就很害怕 把他賣掉了 結果呢 罵老船長 死老船長說怎樣怎樣 結果收盤又收上去 哎呀我應該相信老船長 你到底想怎樣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 你去買汽車的時候 那個業務都跟你講 付一點定金嘛 汽車一百多萬 你今天先付一點點定金嘛 這台車就是你的 對不對 你後面再補交款嘛 是不是 但是你有這個權利 怕人家怎麼樣 先買走 好的車子就是這樣 有時候要等半年了 對不對 那我是跟你說啊 你只要付訂就是會員 為什麼 因為我發call訊的時候 你的手機才會響 你沒有付訂 你不是我會員 我怎麼跟你聯絡 老船長我們兩個通靈 對 神經病 是吧 所以我才想到這一招 我在跟公司說 我們來個破天荒 附訂就是會員 但是啊 很快我要結束 因為這個反應很熱烈 什麼時候我說咔 你就是乖乖交一年會費 你今天看完節目 你發現說 你自己操作不行 還是要來跟著我 你才不會怎麼樣 被洗下車 你才不會早上去追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最後的時間 我還是要講 我說育榮汽車 現在是老牛推車啦 因為他的融資余額 從三萬一千多張 降到現在兩萬九千多張 降幅才一千多張 太少了 所以說呢 他現在是老牛推車啦 他有沒有可能大漲 我告訴你 不可能啦 融資一定要減 他也可以這樣慢慢慢慢推 融資受不了 慢慢慢慢減 或者是他乾脆給你個中長黑 甚至跌停所 好公司股票也會跌停所 莫名其妙幹嘛 就是要殺融資嘛 他融資太高嘛 我不是給你們看過了嗎 你們這些用融資跑去買的人 注意 你用融資去買 育榮汽車的 你自己小心一點 看到沒有 融資有減一點點 但是不多嘛 我希望這樣殺下來嘛 有沒有 然後如果說 他融資這樣子殺下來之後 降非常低的話 那這股票會 V型反轉會非常快 所以你用現股買的人 我一再的強調 你就不要出 你就抱著就可以 後來未來看表演嘛 所以一開始 我坐在這個地方 我就說 玉榮我們是要長線投資 長線看他的 什麼叫長線 在股票市場 知識要有 長市也要有 長線就是半年到一年 你投資一檔股票 半年到一年 才能夠叫做長線投資 我一開始我就講 因為我知道 玉榮他的融資高 借券又多 但是我知道 他未來一定有機會 長一倍的 機會非常之大 所以現股買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堅持住 他會上去的 就像鴻海 爛貨不漲嘛 鴻海是大爛貨嘛 不漲嘛對不對 結果呢 漲上去 你在他後悔 已經來不及了 那玉榮汽車是不是很機優 非常機優 我叫他台灣的特斯拉 所以你們一定要堅持到底 那他跟鴻海 合作創辦的鴻華先進 我說過未來股價 是你們高攀不起的 他現在股本一百七十四億 每天成交量 才能一咪咪幾張而已 你們覺得很正常嗎 背後的老闆是鴻海 當然不正常嘛 表示怎麼樣 大股東根本都不會賣股票嘛 等到鴻華先進第二季 我說過 他如果油虧轉移 你看股票鎖到 你根本買不到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啊 紅華先進你開什麼玩笑 他第一季只有虧0.33 他去年虧了1.2 對不對 今年第一季虧0.33 他第二季很有可能 油虧轉移為什麼 他第二季的營收36億 第一季才8億 他第二季跳成36億 我這家公司收了36億 我把怎麼樣 欠的錢還一還 我搞不好第二季 我就不虧錢了 那不虧錢直接鎖漲停再說 各位懂意思嗎 他記得後面是紅海 電動車台灣絕對在全世界有競爭力的 目前以我們台灣本島來講 裕榮汽車就是怎麼樣 台灣的特斯拉 這有些東西它是需要時間的 我希望你待會打電話進來 一咪咪的錢你都 訂金你都拿不出來 那你就不要打電話 對不對 難得這個機會 可以跟著老船長 附訂就是我的會員 那打電話進來的話 那麼你是我的會員 可是明天可能沒有這一張 我隨時會把它取消掉 因為做這個 對我來講是賠錢的生意 你準備好了嗎 5 4 也許明天就沒有 現在開始 撥打附訂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